这个11月 陈小春和应彩儿呢 是迎来了两个人结婚 五周年的纪念日 他们的幸福恋情呢 再度在娱乐圈刮起了一股 狂虐单身汉的风潮 不过最近啊 应彩儿却表示 以后要跟陈小春收敛一点 因为自己秀的恩爱 把自己给恶心到了 一身民族风毛衣 搭配黑色超暖裙 许久没有出席活动的 辣妈应彩儿 11月19日 亮相上海和粉丝们见面 虽然现场 彩儿搞怪依旧 全程面带笑容 不过记者还是发现 当天她的状态有点不佳 双眼充满血丝 因为我拍戏 然后那个 我不知道对眼睫毛 焦过敏还是什么 所以就会红 所以不太适合拍戏 应该待在家里歇着 我只要连续化妆 大概超过五天就会红 这次让一年多 没有接戏的应彩儿 不顾眼睛发言 依旧开工赚钱 归根究底 还是为了老公陈小春 因为我拍戏就不用拍戏了 她现在在做演唱会 所以演唱会完就可以回家 那我觉得 如果会唱歌的话 我当然也拍戏了 这么好 虽然应彩儿一提到自己的老公 就忍不住嘚瑟起来 但是大家还就知这一套 整天在网络上转发着 夫妻俩的各种甜蜜瞬间 搞得如今应彩儿 都不敢再秀恩爱了 因为她都看到恶心了 谢谢大家的转发 然后我看得也有点想吐了 为什么这么说 好像觉得看多了 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他们不是说什么虐狗 还是什么 这个词我也不太懂什么意思 但是我确实觉得 有一点恶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